你下午只付了力气 这晚上围款得结一下了 围款 围款 你 别吃 别吃 新总 早 麻烦各位稍微绕一下好吗 谢谢 谢谢啊 新总 您请 新总早 谢谢啊 走 谢谢啊 谢谢啊 对不起 再让一下啊 您也请 欣总 女士优先 别别别 欣总 您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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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先 何总 由于咱们的这个收购会议啊 涉及到商业机密 所以我特地地安排了这个 第三方的会议室 希望欣总别介意啊 没事 好 今天把大家都请了呀 我们就是 以MBO收购融资一事 大家做一个最后的商讨 如果双方都没有什么问题 咱们最好今天就把合同给签了 好 我没问题了 那好 敏慧啊 你把 这是哪儿来的狗叫吗 不好意思 我订了个闹钟 欣总 您这手表 很别致 曹总果然有眼光 儿子送了 亲子狂 独一无二 连他妈妈都没有 哦 怎么样 和我配不配 嘿 跟您今天这身穿搭 非常配 欣总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把合同签了 对 欣总 咱们先把正事给办了 这个 那你不配合 因为我活 你不配合 不配合 你不配合 毕竟是五个亿的项目 我得考虑一下回报 那这个信总你完全可以放心 你一定能得到你满意的回报 既然有明总监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这哈尔迪在全圈打球应该回来了呀 那你也不用每隔三十秒 去看一次你的表吧 这只表 一定是全圈精心挑选的 我问过了 他给我买完项链之后钱不够了 只有你这一款是做降价处理的 所以基本上等于是买一送一 你说让儿子喜欢我多一点 这么难吗 那要是在公司 我肯定说儿子喜欢你多一点 但现在可是在家里 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在公司你是大股东 我肯定要哄你开心对不对 但是在家里呢 你是我的男朋友 见我孩子他爸 所以说你要哄着我 你还知道这一点啊 一顿饭了就一直看着手机 这么帅气逼人的男人坐在你面前 你整顿饭看都不看一眼 你要买房啊 你还要 不对啊 你要卖房啊 我想了一下 短期内能够凑到一大笔钱 最好的办法就是卖房了 那也不用这样 实在不行我借给你行不行 你慢慢还行不行 那你现在卖房了 你和泉泉怎么办 住哪儿啊 你吓什么 没吓 我刚刚看到了 确实这个房子挺着急的 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找好中介了吗 没有 你没找好我赶紧帮你问问 喂好连 帮我联系一个房产中介 卖房 不是我是敏慧 那个 你俩到哪儿了 干嘛 哦 好 注意安全啊 到哪儿了 吃饱了吗 没吃饱 没吃饱也别吃了 别吃 你下午只负了力气 这晚上围款得接一下了 围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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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吃 没吃 快 她们还有两个小时 咋回来 快快快 刚说完李东夕 你就弄了五个巷子出来 考验我是不是 少来 能收一点是一点吗 免得到时候搬家的时候 手忙脚乱的 怎么了 舍不得了 这个家 从首付到房贷 都是我一点点攒出来的 你看这个沙发 还有全球的那些玩具 还有设计 全都是我一点点弄的 我曾经真的以为 这个家就是我跟泉泉这辈子的家 不哭啊 那要不 咱不卖了 别卖了吧 我不想办了 卖 卖还是得卖 不能不卖 不能不卖 我知道 我就是 有点练旧 房子嘛 我知道的 卖了的话 我赚钱再买就行了 房子 不等于家 家人才是家 有家人的地方 才是我的家 那 那以后我和泉泉在的地方 就是你的家 也是你的 都是我的 嗯